因為它的花生湯 其實基本上帶有一點甜度 而且真的是 五角多 而且它有把它一些 花生的一些油脂的表情 我們都煮到湯裡面 我覺得很搭 我其實很喜歡 五角多 它蛋米有多是糖 所以每個鍋 而且他們都傳統的方式 他們就是 油條跟 沾花生湯 心情的發生什麼油脂感 你的比較少 你的花生湯 自己嘗一下 結果他說店名不是有過 要唸五角多 五角多 五角多 對啊 所以花生湯越暖越好 好吃耶 你有這樣配過嗎 因為我完全沒有 因為我很少 很少早餐基本上有花生湯 對啊 很少 因為它的花生湯 其實基本上帶有一點甜度 而且真的是 五角多 五角多 而且它有把它一些 花生的一些油脂有沒有 我們都煮到湯裡面 我覺得很搭 我其實很喜歡 五角多 你看我剛剛用舌頭這樣 輕輕的刮過一次 就是看得出來 就是裡面的花生有問題 它變成像火醬一樣 對 真的是在嘴巴裡面變成 化胎 化胎 而且甜是 真的是花生本身的甜 不是整體都是總套的 對 它的那個花生是那種綿 到變成就是到以前那個 花生廣告 對 真的就是那樣 它是不是整個燉到 最軟爛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喜歡它 但是花生湯沒有到很甜 因為通常很多花生湯 對 真的好甜 是甜到你舌頭 會有點那種脆搭 但我覺得它是清甜 剛剛好 好不好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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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吃吧 吃得很讚 很好吃對不對 它那個油條好像很好吃 超好吃 很搭耶 那個油條 它那個油條 油的香 跟那個花生的甜搭在一起 對 它等於是兩種油 花生是油的 有夠好吃 很好吃 而且它的油條很脆 而且它還有 基本上還有一點油脂的香味 在裡面 那還在幹嘛 很好吃 你到底在幹嘛 真的 真的好吃 沒講到 另外一個很好吃 對啊 男朋友有沒有要吃 那個蛋餅 蛋餅 油條蛋餅 對 油條蛋餅 來 油條蛋餅 好吃耶 好吃 而且油條 跟蛋搭在一起 就變成有一點 帶了那個蛋的濕氣 就變成Q的那種口感 然後蛋本身就有一個 蔥的香氣在裡面 很搭 我覺得很好吃 你剛剛有沾到這個醬嗎 有 一點點 當然是體味的 有沒有 它裡面就好Q 對啊 為什麼 真的很像就是 帶有Q勁的麵包 被包在蛋餅裡 可是它外面的蛋餅 它的皮很薄很薄 薄到像是只有蛋餅 它就是有兩種彈去把它 包在一起 它很磨性耶 對啊 這個我會喜歡 而且它的蔥味很香 對 蔥味很明顯 就是很傳統的 對... 好厲害 而且才43塊而已 肉桿 清楚的也很常 早上吃肉桿 對 很早 我覺得它那個鹹香味 非常地好吃 我不知道裡面 這次還有加一些中藥 類似像八角 它的味道算是比較重 它的味道很夠 很夠 很重的頭味 它直接這樣看 不會像是調味很重的肉桿 因為滿滿濃郁的 這個是中藥的香 滿明顯的 你看它的顏色其實是不是淺 所以你直接看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覺得它是 我覺得很重口味 對 很重口味 吃看看 它有像五三或八角 整個去滷的滷汁的味道 而且那個味道非常明顯 好像都集中在它中間 肉的餡料裡面 米反而沒有到非常… 非常地濃厚的那種香料味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香料味來形容肉桿 你會真的滴 但我覺得早上吃是爽口的 對 就它味道夠 但是你會覺得它吃得好像醒了 對 只是想說是花生湯 但是沒想到 肉桿很好吃耶 它旁邊的 都不是配角 都是彼此 都是拉出來 都是個竹角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的花生湯 其實基本上它帶有一點甜度 而且真的是 足到足到足夠 而且它有把它一些 花生的一些油脂的表情 我們都煮到湯裡面 然後再加強烈 就像水桿 對 像水桿 對 這個房子 一直在一陣子 我覺得 很難提 也不燙 沒有 如果 潑